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为各位查考的新闻 还是出埃及记的20章的第一节到17节 题目是十戒与安息日 出埃及记20章第一节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示众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 直至三四代 爱我守我奸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手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扑币 牲畜 并你成立寄居的客里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扑币 牛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我们上次讲到十届的最前面两届 其实就唯有敬拜和依靠唯一的真神 不可以有别神 也不可以有别的偶像 这是神对于属他的人所宣布的归属主权 光是开始的这几句话 就带有神对于站在他那一边和反对他的人是持有什么态度的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这是神对于知道神的人对于神态度会有的反应 神已经向人诚实的启示自我 告诉人他是造我们的神 但是若是人以为神是欺骗的 或者因为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反过来恨神 那么神必要追讨他这忘恩的罪 不只是只有他还要追及到三四代 如果他有这样后代的话 但是反过来 人若爱神守神诫命的话 神必有慈爱给我们 不仅仅是只有三四代而已 而是恩及千代 那是人类可以绵延的后代的全部 就算我们说一代是二十年好了 千代就是有两万年 我们如今从亚当到现在还不到一万年 那这个恩就是给全部爱神守神诫命的人 只要我们不反对神 那么除了以神为唯一的神 唯一对未来的引导的依靠以外 神还对以色列人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不可以忘称神的名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对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来谈论 也就会用他们的名 比如我们会说 BMW的车子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特斯拉的车子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些说法和见解都是出于我们对那些车子品牌的浅显的认识 许多人开过一辆特斯拉就可以侃侃而谈 大谈特斯拉的优点和缺点 往往其中会有些悟谬和失真 那么信神的人也会常常这样子 我们的人生经历又有多少 就算是终其一生 我们都不能完全认识神 就这样的认识 我们好意是忘称主的名吗 对于主的作为我们可以说三道四吗 我们真是不应该随便来讨论 论到耶和华的名 那我们连主的名是不是提都不可提呢 就像是严谨的回教徒禁止信徒随便提到阿拉 那是也不是 神有启示我们对于他的作为 我们是可以按照他的启示的称呼来称他的名 而现今有许多的人 不但不按照神的启示来称呼神 有的凭自己的感动 自己的遭遇 有的将世界上对于人的感情 就惯呼在神的名字上 这些严格来说都是忘称主名 到了如今竟然在这方面 松懈到一个程度 当人在惊呼或者甚至是在咒诅之上 都用神的名 如果神真的追究的话 那么这些人就要担负自己的罪了 另外神还要以色列人要纪念安息日 这安息日是照着神使用六日来创造天地 以及其中一切 却在第七天休息了 于是神就在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宣布了这个事情 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的诫命 然而神赐下马拿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人 在哪一天是安息日 在前一天会赐下加倍的马拿 但是在安息日却不会降下 所以神要以色列人过上这种 七日为一个周期的 六日工作 第七日休息的生活 这就显现在以色列人的立法当中 这个由于神而来的立法 也影响了全世界的立法 如今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 过的都是七天一周的日子 我们过了这么久 也都不知道这种立法 原来是来自以色列人 而以色列人的立法 原来是来自神 那么要守这个安息日 究竟是哪一天呢 原本这天就是我们的周六 我们现在的周六 也就是七日的最后一日 以色列到如今 还在守他们的安息日 他们的敬拜聚会 也是在安息日进行的 那我们基督徒的聚会 为什么是在周日呢 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呢 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得先回到 我们最先所讲的 关于旧约 是否还是一个 我们与神匕首的约 还是神有给我们 另立一个约 来让我们与他共守呢 答案就在西伯来书十章当中 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 与我们另立新约 而律法在新约之外 是为旧约了 这乃是包括十戒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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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